看一下有关就是说 请各位开启 我这边的档案是放在云端白板 云端上面 请各位记一下云端的位置 区区点区区 第一个就是说 范例档案 范例档请各位自行下载 里面我要讲的就是 第一个单元的第一个档案 所以你们自行再去解压说 相关的讲义会放在这里 云端白板画面 所以假设你要看 那个档导答案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上面其实都会有像 像REPT怎么做 那再来就是LEN加密的 然后其他相关的 后面的综合练习 这上面也有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LEN这个部分来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算什么 你开启这个档案之后 打开这个 LEN AND密的这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算就是 身份证字号是否正确的话 那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其实 以SEL里面提供给你的函数 主要就是说 它每个函数就是 有它的这个作用 比如说我要算 这一个字 到底是不是十个字 那我可以怎么做 插入函数 所以第一步 你就把游标 放在指定的 封存格里面 第二个的话 就是插入函数 所以以后 所有的函数都在这里 这个位置 那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个人的习惯 是插入函数之后 我会按照类别去找 因为其实如果 假设你 没有按照类别去找的话 那非常 250几个 那你从头找 其实还蛮累的 那所以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插入函数之后 它会出现有一个 像这样的小四窗 那我会选取中间的 这个地方 它的类别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算文字的长度的话 那理论上 它应该是针对文字 有没有 所以我就找到文字类 文字类里面的 那另外的话呢 长度应该是LEN LEN 那我怎么知道LEN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就找到L 就是往下 你会发现 每个函数下方 它都会有个说明 那比如说 我点选LEN的话 下方这边会出现什么 反悔什么呢 文字字串之 字元个数 有没有 意思就跟你讲说 它帮你算 总共有几个字的意思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讯息 其实我建议各位慢慢熟悉 那不是叫你去比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就是每个函数个别的用法 而是说它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固定的习惯 那你要慢慢去习惯说 这个函数即便你没用过 那你只要看它的说明 你大概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函数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OK 比如说LEN怎么做 它里面呢 基本上会跟你要一个单数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小视窗 询问你说 你给我你的文字在哪里 那因为我要 我要让它算的是 这个身份自号 里面这个文字 所以我在点B3这个储存格 那它就会帮我把这个B3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 帮我带到这里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右边的部分 带过来就是这些资料 那只要是文字资料的话 有个特性 前后一定要有双引号 OK 如果前后没有双引号的资料的话 那理论上有可能就是数字 所以在你资料里面 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OK 那你可以看到 他帮我把这个资料 带过来之后 他帮我算完了 所以他会返还一个答案给我 什么答案 他帮你算完了 里面有几个字 十个字 OK 那也就是说 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来 最傻的就用人工来算 所以很多事情 像算里面有几个 还有什么呢 比对资料是不是一样的 有没有 新版跟旧版 哪里不一样 以前的话 有的人还是用人工来处理 这个是最不聪明的方法 其实SEO里面很多功能 很快就马上告诉你 哪些不一样 所以以后只要遇到 类似像这种 电脑比较擅长的事情的话 千万不要傻傻的用人工去做 不然的话 真的是很浪费时间 而且很伤眼力 因为你这样眼睛一直看 这眼睛不出问题才奇怪 OK 而且还没效率了 再来有一点很容易做错 你说他们数的说真的 我跟各位讲 电脑数绝对不会错 百分之一百不会错 但是用人 就算的你会发现 总会错 所以说真的 那这些事情倒不如交给电脑去完成就好了 OK 而且这些事情你会发现 电脑帮我们处理的越来越广泛的 你看他身边很多东西越来越 越来越多 其实都是用电脑去判断的 像现在停车场 基本上都是车牌辨识的 各位朋友发现 那车牌辨识的好处 就是你也少了一个人 OK 当然刚开始会出错 不过你会发现 他越来越辨识越来越正确了 好 应该有十个字 就会出现十一个字 那我们就找到错误了 OK 那这第一个是用LEN 所以LEN的话 其实就算什么 算他有几个字 那但是 我是建议 你们可以在旁边练习 就是说 每一个函数下方都有说明 我是建议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稍微看一下 因为每一个函数 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如果你刚好知道 哪一个函数可以做什么用途 刚好 有时候 针对你的问题 就会有答案了 比如说 这里面还有哪一些比较常用 像那个 你会把LEN下面有个LENB LEN跟LENB 那你可以不要LAPT 也有LAPT 跟LAPTB 好像每一个 FINE也有FINE 跟FINEB 那为什么会 又多一个函数 尾巴加一个B 那跟各位讲 这个B的话 实际上是BITE 比如说 刚刚LEN是算几个字 对不对 可是如果LENB的话 是算几个BITE 几个BITE 那几个BITE的话 而且说明 其实它说明不是很清楚 它用什么 用于双位元 其实它说明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白话意思就是 算BITE 那你讲说 有什么地方有差别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算BITE的话 在ESEL里面 英文跟数字都是一个BITE 但是中文的话 是两个BITE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算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用LENB 再算一次 算什么 算刚刚的身份字号的话 你会发现 回来的结果 跟LEN没有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都是数字跟英文 但是如果你今天算中文的话 那就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向上填满一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身份跟字号 其实应该是几个字 五个字 可是它回来的却是十 为什么 十个BITE 因为一个字 在ESEL里面 它会把它当成是两个BITE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改 比如说你把LENB 改成LEN的话 打个勾 你会发现 它回来就是五个字 十个BITE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 目前应该是暂时 还不会用到 不过将来有一种情况 会用到 我想知道说 一个储存格里面 到底有几个中文 有没有 其实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我把什么呢 把LENB的结果 减到LEN 那我就知道 这个储存格里面 到底有几个中文字 OK 所以这个当然 以后遇到状况 你就可以知道 多一个函数 就可以多一个解决方法 不然的话呢 假如你不会用这个方法 那实在是就无解了 这个其实有个范例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范例档案里面 有第二个范例 101开头的 如何留 101这个范例 留下中文 中英文里面的中文 这个范例 那你打开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 在B欄的地方 实际上是中文的数量 你可以把它删掉 B2到B8 这个资料删掉 那这一题 其实主要就是 就是问说 如果我想取得什么 英文的部分 跟这样 中文的部分 把它提取到B欄 那我怎么做 当然方法很多 不过呢 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刚刚的那个 LEN B 减掉LEN 就是它几个字了 OK 这个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要提取的话 其实再加一个LAPS 就可以了 LAPS的话 就是取它 左边的几个字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那各位 他的意思就是 里面的话 假如它是 英文或数字的话 你LEN跟LENB 结果都一样 只有中文不一样 所以只有中文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 借由LENB 减掉LEN的结果 那就可以知道 前面几个字 是中文 所以 CH 你可以想想看 怎么样取得 前面中文的部分 放在B欄 OK 想想看 待会再来 不过这边 还有另外衍生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边里面 还会遇到什么呢 就是英文 全形 全形的英文 跟各位讲 全形的英文 在Esser里面 他也把它当两个拜证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 先把全形怎么样 转成半形 那你想说 老师全形转半形 你没教过啊 那怎么知道 其实跟各位讲 很多东西没教过 但你应该知道答案在哪 你会发现 全形转半形 其实答案就在哪 有没有 这个下面不是有说明 ASC 有没有看到 将全形 全形有没有看到 字元 转换成半形 字元 所以 如果你假设 要把 这个资料 里面的什么 Asser 转换成半形 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把它包一个 ASC就好了 关乎起来 这问题就解决了 有没有 OK 这也许 待会也许 有时间再来看好了 好 那 我们再回到这一点 另外的话 第二个问题 有关那个 身份跟字号 里面的 第二码 就是性别 那如果我想 从二码 抓资料之后 自动判断完 告诉我 他的性别 OK 不是说这样 你看到一就打男 看到二就打女 有没有 那如果说 假设 这个员工 有几万个的话 那简直是 你可能下班 就做不完 而且 如果下一次 又要再做一次 你可能要重复 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所以这里的话 当然 你需要怎么样 做两件事 第一个动作的话 你就是先怎么样 先把 这个身份跟字号的第二码 先抓出来 这个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抓过来 如果是一的话 那 就给男 反之 就给女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 至少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的话 是用到mid 因为资料刚好在中间 mid 所以mid函数 第二个的话 再用逻辑函数 if 如果 如果 抓到那个资料 假如是一的话 那我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那可是问题 怎么把 两个函数 变成一个公式 OK 未来其实工作会越来复杂 可能还不止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 都有可能 那你要能够把 公式很快的产生 你的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 但是 相反的 如果 你的问题 不能很快的 那变成你就是 效率就会非常低落了 所以有的人 很快事情做完 他就没事了 但有的人 事情 就是 没办法完成 就卡在那个地方 然后最后找不到 怎么去用哪个函数 那怎么办 突发炼钢呢 突发炼钢呢 很可怕 尤其像现在的资料量 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真的永远 所以有的人 为什么没办法准时下班 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 他不知道如何处理 某些部分的资料 原来资料可以这么快 就可以处理完毕了 甚至有些人还不知道 原来可以用录制聚集 或者VBA 可以把它每天重复做的事情 可以变成程式 一个按钮按下去 事情就解决了 那当然 永远都做不到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怎么样把性别的部分 把它抓出来 那当然我们可以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 就是用MID 可以插入函数 第一步 然后找到什么 MID 文字类里面 MID函数 MID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设 你对某个函数 不太清楚的话 它的下方 我觉得这些讯息 应该都足够你去判断 只是说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因为它的叙述方法 比较像是翻译软体 翻译出来的 就是很那种 怎么样 就是翻译的结果 当然意思就是说 在某个字串的起始位置 哪个字开始 刷几个长度 几个字的意思 然后按确定 其实需要几个参数 按确定 总共 它会跟你问三个问题 如果你这三个问题 都给它了 它就会给你 你需要的资料 那我需要的资料在哪里 在身份跟字号的 第四个字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身份跟字号 在哪里 开始就文字 你的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在B十二的位置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的star number star number是 有没有 star 你如果看到star的话 顾名字号 哪个字开始 如果你看到 um的话 应该是哪个位置 那意思就是说 白话意思就是 第几个字的 第几个字 应该是第二个字 所以输入二 第三个问题 它会问你说 number number应该也是数量 stars的话就是一般是 加s就字 意思就是说 白话的意思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要几个字 我要这个字 应该是一个字 可以输入一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身份证字号的资料 它是一个文字 前后有双引号 然后取第二个字 一个字的话 取到结果 它会只有一个字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它前后是有双引号的 表示这个1的话 它是一个文字1 不是一个数字1 所以特别注意在eser里面 非常敏感的 它会认为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说呢 这个数字1 数字1跟这个1 其实是不相等的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眼睛看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是一样的 但是电脑会认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会造成错误 OK 好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抓到性别 向下填满 没有了 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什么了 其实我们要的是 再把1转换成男 2转换成女 那所以呢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上面的公式怎么样 再放到另外一个 这个函数里面 怎么 我建议 我的习惯这样 把等号右边的东西 选取按右键减下 包含等号 然后再插入逻辑判断 所以呢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就选逻辑 刚刚是文字嘛 再选逻辑 找到一幅 然后把 又三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那个逻辑给我一下 所以逻辑的话 logitex 第一个格子 理论上就是 你必须什么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后面呢 你要给一个逻辑 逻辑是什么呢 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所以这个地方 加个等于 以后如果你要 等于啦 大于啦 小于啦 或不等于 都可以在这边下条件 这个 这个 我刚刚的公式 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等于一啊 那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给男 如果不是的话 就给女 OK 那跟各位讲 这个公式 其实是有一个错误啦 我都按确定的话 因为这个 常常同学都这样做啦 按确定 我先 打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不对啊 这个公式下了之后 为什么全部变女生呢 那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看得出来吧 哪个地方出错呢 因为我刚刚一直强调 因为 为什么特别强调 因为 这个地方就是 非常多同学 出现错误的地方 就是哪里呢 有没有 这个一有没有 因为这个mid 回来的 它是这样一 那是不是等于这个一 我刚刚讲嘛 前面的是文字一 后面的话是数字一 在以色列认知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将来 要比对的话 记得 一 这个前后要怎么样 加双敏号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双敏号的话 那一定会出错 这一点 这一点要非常小心 因为太多人 搞不清楚 这个数字跟文字的差异 因为在我们 人脑来看 其实看到的东西是 一样的 但是 以色列会认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你只要不要做错 理论上应该就OK 按确定 向下填码 这样就OK了 那不过 顺便讲一下 这个也是还蛮常遇到的 就有同学说 老师 可是 因为我们工作里面 后面的资料 回来的一定是数字 所以我们后面的一 不能改 后面不能改 那怎么办 只能改前面 所以假如说 我后面的一 固定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一 有没有 这个一 那我前面的一 已经是这样的一了 我这个一假设不改 那我只能改这个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一 改成数字一 所以你这个地方 会需要有一个需求 如何把文字 转换为数字 的一个函数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有没有 把前面的那个文字一 只要转换为数字之后 再跟后面比较 那就OK了 就是有一个转换的 这个函数 那你想说 有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呢 你有去特别看一下 取消一下 你在旁边点一下 假如函数的话 那其实你从文字类函数呢 其实也可以找到 这一个函数 那只是说 你可能要看一下 下面的说明 这里面都有 但是 看看 太辛苦了 因为跟各位 就跟各位讲答案好了 因为它刚好在最后面一个 下面一个叫value 那请看一下value它的叙述是什么 将什么呢 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所以value它的用途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把 假设你今天丢给它一个文字资料 像这样1 它就会帮你转换成这样1 所以它的用途就是这样 以后如果假设是文字资料 你要跟另外一个资料比的时候 它那个资料是数字 那你就外面包一个value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加一个value的话 很简单 直接就把 如果我改的情况下 后面不改 以后我一样把它改成1 数字1 前后不加 这个前后双远号的话 我转前面的话呢 那这边加一个value 那加的方法这个最后 你打上去好了 value 所以你打个value 出刮图 然后后刮图就在在等号的前面 哎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子 所以哦 这个地方 这也蛮重要 因为其实 很多人 要不就是说 他忘了加前面的双远号 那不然你就是 至少会一个叫value的 这个函数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做出来的结果就会错误 很容易出错 我发现蛮多地方 都会有造成同样的问题 那还有ecell里面 他常常就是说 他要的资料就一定是要数字 你不能说你 切割完之后直接丢给他 他不吃 那就会造成错误 那怎么办 加一个value就好了 所以这个value 看似好像 我发现很多人完全没有用过 那真的是蛮大的问题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个函数的话 那表示说 你的这个资料处理常常会出错 因为形态会不对 OK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小心 OK 加一个value 那这个相关的说明 其实各位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一个单元 的第一个档案 这边也有了 用value 反换成数字之后再比对 这边也有 我刚刚打了这个公式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先把 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的 这个身份字号 这个部分翻例 至于其他还有什么left right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行再练习看看 那接着的话 请各位切到那个综合练习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帮我把它串接在一起 串接的话 用的方法 是用end 像rept rept就重复几个零 len的话是算 门号区码或莫码有几个字 几个字 里面的话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其实 LEN它的做法可以 LEN就是3减掉什么 LEN去算一下 LEN就是说 我算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字 还有里面就给它居士 那居士的话 它里面有两个字 所以3减掉2 等于1 那意思是说重复几个零 重复一个零 1的话指的是 重复一个零的意思 当然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这边 意思你把它改成H4的话 那这边里面 LEN算一个字 3减掉1 那就等于2 那意思是说重复几个零 重复两个零 补到两 前面 用rept 那就可以得到五秒的结果 可是 要怎么样把 刚刚讲的逻辑 变成一串公式 可以最后得到 我们要的这个手机号码 那请各位试试看 待会再来看这个部分 试一下 哦 试一下哦